你覺得下一個支持位 恒指大概會是甚麼水平呢? 支持位大家看著23,100的位置 對上一次一個叫做下跌的支援位 因為你看到大概11月尾12月 11月尾那天就23,100 然後12月頭試過23,300就彈上來 看圖就還可以的 至少沒有再穿底 看看這次打下去 如果打下去的時候能否守到這些位置 我自己看 始終都有機會 因為你內防那樣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 你內防的炸彈 炸、炸、炸、炸極都有的時候 你會很影響到投資氣氛 你看到星期一的時候 市場沒甚麼 但是到星期二回來 炸彈這麼炸的時候 如果大家都不敢買 變了就會比較差一點 而且也好看 剛才Wendy都說了 今晚美股儲局異額之後 究竟美股的走向怎樣 如果你說美股又因為儲局異額的結果 令到有一個震盪的時候 說真的 港股要試穿這個23,300其實不難的 一切又看回這兩大事件 即23,175 你覺得這個底也有機會穿的? 有機會的 因為太多這些事件在等的時候 你要再爆大一點 要穿不難 其實只有幾百點 是 其實三大因素 即是Omicron 是 未完結的事件 是的 第二就是儲局收水的步伐 第三就是內防的情況 現在發展成怎樣 大家都要留意著 即23,30,20,20… 目前為止